假如你能听见小动物的心声 就会发现眼前这只可爱的小狗居然无时无刻想着要怎么扑杀主人 齐木作为超能力者自然能听见动物的声音 今天一出门他就被离家出走的仓鼠碰了刺 仓鼠说自己向往自由 结果离家出走后遭受了现实的风吹雨打 现在他迫弃的想要回家 尤其是发现齐木还能听懂他的话后 便直接赖上了齐木 仓鼠想让齐木送自己回家 齐木倒是答应了 但是这仓鼠之前被老龄吊过 宿主家的具体位置也找不着了 瞪下已从鹰嘴里逃生了 齐木得知仓鼠找不到家 他立刻拒绝了仓鼠请求收留的提议 仓鼠却自信满满地表示 自己能退成为动漫的周边 这时安普跳了出来 谁能拒绝猫咪作为周边 一个小仓鼠可差得远了 仓鼠开口就讽刺了安普 猫咪周边市场已经饱和了 不过有别的猫咪能拳打蓝胖子 脚踢KT猫吧 安普大怒 表示自己知道小仓鼠的家在哪里 但是他绝对不会告诉仓鼠了 仓鼠立刻道歉 称自己不懂事 刚才说话声音大了 他就是只嫉妒猫咪可爱外表的柠檬仓鼠 安普被夸得飘飘欲先 主动带两人去寻找安普的主人 然而他们来晚一步 家里已经有新的仓鼠提身了 这下没辙了 齐木只好带着仓鼠去学校寻找新的宿主 第一个尝试收养的是灰绿 作为血液能将吸血鬼烫得上火的班长 收养仓鼠的第一天 他就要求对方和自己一样燃烧热血 冲刺锻炼 一天下来 仓鼠差点绝过去 赶忙要求换个主人 齐木把仓鼠交给海腾 海腾小天使啊 这还能不靠谱 哪想到仓鼠第一天到家 就被取了个中二病十足的名字 海腾投为他时异常凶狠 当晚就给仓鼠下出了PTSD 赶忙表示心脏不好 请求再换个主人 于是齐木将仓鼠交给了孟源 女孩子总够温柔了吧 孟源嗅到了仓鼠身上 有海腾的味道 第一时间接手了仓鼠 女主人是很温柔哈 接到仓鼠的第一天 就把他当作奇迹暖暖绿 这还没结束 女孩子小心思比较多 于是他和仓鼠 从天黑聊到了天明 仓鼠生不如死 无奈 齐木打算将他交给赵桥 但赵桥家中养了猫 所以婉拒了收养 这时燃堂出现了 他一眼相中了小仓鼠 并将他带回了家 小仓鼠心惊胆战 深怕燃堂虐待仓鼠 但他没想到 燃堂以前养过一只仓鼠小笠 不管是在布置笼子 还是折光上都非常的熟练 这怎么能不让小仓鼠动心呢 他直接狂洗好了 这样一来 仓鼠将歌名为小笠二号 正式入驻燃堂家 齐木放学回家 发现原在海外的哥哥 居然系了一张按摩椅回来 上面写着除了妈妈以外 谁做谁漏电 国春被电后 九龙妹安慰的给他捏肩 夫妻俩之间的气氛 变得甜甜蜜蜜 称号 柳妹打算给儿子 也拎拎肩膀放松一下 没想到一上手 就跟摸了地藏石像似的 国春还不相信 结果自己一伸手 这是什么银行金库的保险门吗 夫妻俩大惊 齐木肩膀也太硬了吧 齐木本想说不可能 但是想想自开播以来 经历的造新事情 肩膀会酸痛完全有可能 国春立刻摸出了木刀 打算帮忙放松 实际上在公报丝绸 谁知手起刀落 木刀硬身而断 接着国春摸出了钢棍 操 这就是在公报丝绸吧 结果钢棍打歪不说 还擦出了火花 紧接着 九龙被急速靠近 兵锥刀 瞬间扭成了一截 此母手中剑 儿子身上刀 齐木平白挨了他妈一刀 虽然没有伤害 但心里却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这时国春从外面施工那边 借来了压底机 对着齐木就是一顿输出 这才让齐木体验到了 按摩的乐趣 然而快乐的代价 就是地板的牺牲 齐木用超能力修复地板后 顺移出去 寻找别的按摩方法 比如 瀑布冲背 但他感觉力道还差了些 于是齐木捡起地上的岩石阵碎后 控制碎石攻击自己 没想到 这按摩手段异常酸爽 但就在他寻找 下一步按摩技巧的时候 发现旁边站着一位 来洗衣服的老人 齐木吓得立刻闪现回家 惊慌之下 做到了空住的按摩椅 被电了一通后 居然发现浑身上下轻松了不少 原来 电疗也可以缓解疲惫 所以 这也在你的计算之中嘛 空住 疲劳感刚被缓解 齐木移到学校 又被燃堂等人缠上了 他们准备在周末 骑自行车出门露营 身后的财虎厅后 对几人贫穷的露营 发出了嘲笑 他的假期 当然是坐自家的轮船 去太平洋上旅行 然后去自然小岛上喝香槟呢 燃堂听了羡慕不已 没想到这时财虎表示 可以带上他们一起 去小岛上玩 但有一个要求 必须要邀请赵乔来 只要赵乔愿意来 带多少人他的承包 于是海藤找到赵乔 询问他的意见 再三确认他不介意后 转头又叫上了孟元 和穆良给赵乔作伴 赵乔何止是不介意啊 他巴不得和齐木 一起去旅游 孟元也想着和海藤一起度假 至于穆良 别口吃的就能养货 他非常开心的 就答应了下来 可惜挥履 因为活动来不了 这时海藤高兴 是表示凑齐八个人了 齐木心想不可能吧 三女四男就七个人了 啪个 难不成 要叫上人见人爱的高桥同学 反正齐木是不想去的 这时高桥凑了过来 问财乔在干嘛 财乔立刻回答 不管他的事 齐木大惊 笨蛋 少了人见人爱的高桥同学 这场旅途还有什么意义 可惜 命运这东西就是逃不掉 齐木在周五晚上 还是老老实实的 背着行李出现在船上 这船是临时维修好的 齐木听见了财乔的心声 但是他没能及时拒绝上船 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时 他们已经出现在另一个岛上了 不过 却是已遭遇海难的情况出现 齐木想起登船那天 他先是看见黑猫 又发现船号是666 上船后 鞋带也突然断开 船上一场豪华 众人心思各异 海藤还想 这场旅途一定会十分顺利 结果两分钟后 云船倒下 再次醒来 就出现在了无人岛上 海藤当时就吓得惨叫出声 将众人吵醒了 见大伙一副冷静的样子 海藤不能理解 拜托 他们头上都出现遇难第一天的字了 估计下一秒 就会因为缺水断粮 导致有人牺牲 好在船上的粮仓也飘了过来 虽然已经被木梁同学吃得差不多了 再坚持个一天还是有希望的 再加上这里有船的残害 就证明 你事发地点不远 轮船上有GPS 有财虎这个有钱少爷在 救援队一定会来救援他们 但奇目看着周围人自信满满的样子 却知道 救援队根本不会来 要问为什么 还得从海藤晕船前开始说起 木梁当时偷吃了船舱内的所有食物 众人在抓捕木梁的途中 奇目突发恶极 状态明显就是晕船 但他打死不肯承认 晕船药还被想和海藤多相处一会儿的梦园扔了 于是赵乔主动担任照顾奇目的任务 摘掉了他头顶上的棒棒糖发饰 结果下一秒 船就沉没了 雅连如是回忆道 一觉睡醒出现在荒岛上 雅连感慨 真实幸运 居然还能在海里漂流活下来 然而奇目却知道 自己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沉入海底的惊讶 当时他身体不舒服 没法支撑船只靠岸 于是奇目用顺移救下了众人 但等顺移完 奇目才发现出问题了 因为这个无人岛 距离日本十万八千里之远 几乎横跨了太平洋 所以他才说 根本没有救援回来这里 那么现在 他们要怎么离开这个小岛呢 奇目躺在自家的床上左思右想 无论怎么做 都显得太突兀了 他让奇霸将晚饭放冰箱 自己闪现回了小岛 主人发现一夜过去了 居然还没有救援队伍出现 海藤已经崩溃的 开始在面上画面具 准备开始打逃杀了 雅连和赵乔担心财虎自责 特意带着面包去安慰他 没想到之少爷不吃好歹 放盐绝不吃穷酸的食物 两人理得没理他 转身回到仓库附近 正好撞上了一条蛇 这时 打工皇帝木良 早已习惯荒岛求生 在击杀蛇的同时 还为众人带来了 大量蘑菇作为食物 就是习惯的太快 已经说不出人话 好在梦远能及时翻译 吃了大火的食物 非常抱歉 这是个弥补 大火非常激动 决定吃完剩下的食物 绝不浪费 其棍牛头一看 仓库空空如也 和这弥补的食物 是指的应急食物啊 雅连差点化身追杀者 这下众人失去了食物 顿时陷入了绝望之中 没想到柳暗花明 海面上居然又 冲来了大量的食物 不但如此 连烧水的水壶 开罐头的开罐器 都被送了过来 恶昏了头的众人 认为这就是赵桥 受到神明庇护的原因 实际上也相差无几 而次元之身奇木 为了这些应急食品 可是花光了 他所有的零花钱 但食物终有吃完的一天 于是众人开始琢磨 怎么离开小岛 这时燃堂看着木板提问 为什么自己 不能造木法离开呢 奇木当时就直冷起来了 他需要的就是这个办法 只要在海上瞬移 他们就不会察觉到 奇怪的地方了 于是奇木 立刻冲来了锯子和交代 甚至没有人怀疑 装锯子的便利电带都没摘嘛 但制作伐木的任务 还是轰轰烈烈的转开了 考虑到人手的情况 主人准备叫上财虎 和亚马逊人 咳 木梁同讯 财虎有他复古人的骄傲 赵桥上去就是一顿女神的微笑 财虎小脸一红 他财虎最喜欢 对自己为事的人说弄 居然有人能抵挡出赵桥的攻势 这就是富贵病嘛 众人只好返回仓库 没想到捕获了一只送粮食来的木梁 仓库的食物一点没少 还有了新的食物 于是等亚联回来 就发现赵桥和海滕 正在诱补曾经的同学 如今的人科生物木梁 有了木梁的加入 整个小队干活速度快了一倍有力 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 见众人离开 青木将伐木船重新倒捅了一番 悄悄插了钢管固定船只 至于重量完全没问题 只要他坐上这艘船 就一定能扶起来 一切看似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只有财户还咬着牙 不肯碰食物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豹干队一好鸡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